NBA休赛期过半,各种交易早已沉埃落定,已经没有什么消息,能够令我们热血澎湃,心跳加速了。 但是,今天一大早,雷霆就传来杜兰特的好消息,只不过勇士球米德之后可能开心不起来,大多数网友表示对此他们前两天就知道了,因为杜维二少和好就是最明显的预兆,据爱护名记Chris Mannix报道,杜兰特有可能在2019年夏天,考虑重返雷霆。 杜兰特在今夏与勇士签下了一份两年6150万的一加一合同,杜兰特自己表示,之所以选择签下一加一的合同,就是为了确保合同的灵活性。 我就是感觉这是正确的事情,我们知道自己的能量,我们能掌控,我们就是做对自己最有力的事,所以我们能在生涯的这个阶段主宰自己的命运。 杜兰特声称要掌握自己的命运,如果杜兰特第二年不执行球员选项,那他将成为一名完全自由球员。 而众所周知,自从杜兰特16年加盟勇士以来,他已经为勇士拿到了两个冠军,他已有望在18-19赛季为勇士拿到三连冠。 据内部人士透露,杜兰特不会在勇士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,在19年夏天配逼有望重返俄克拉格马雷霆。 这一点有网友早就在预测,他们认为杜兰特再够荣誉就会重回母队,重新证明自己。 杜兰特和威少的关系在逐渐回暖,并且已经重新成为了朋友。 前几日,美国男兰拉斯维加斯,学恋营开启,产编记者拍下了这样一幕,像集了全明星赛上的一幕,同样是杜兰特上,中间加个欧文,杜兰特兴并肩打小,重归于好,而何时老欧文想要为他们表演欧洲步,然后被拒绝? 大家都知道,杜兰特生性比较敏感,他很在乎外界对齐的看法,如果他在名下回到雷霆,就足以恢复自己的声誉,对此,你们怎么看?